这一次疫情三级警戒 对于内需型的服务业还有餐饮业都造成莫大的冲击 那目前政府正在眼里是否又要进行振兴券的发放 对于这件事我们是表示欢迎 政府从一个供给端的角度 确实是可以借着振兴券的发放制造陈述的效果 来振兴像这一类的相关内需型的服务业跟产业 像上一次的振兴券 其实民众还是觉得相当的不方便 我们也是认为说不管是用券的方式 或者是用现金直接发的方式 要非常的简洁便利 当然我们要避免说振兴券 不要让民众把它只是拿去存起来 它是希望它能真的用到这个消费上面 能够得到实质的挹注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来振兴疫情下 这些遭到冲击的这些产业